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半径是R 那么它带电 它的表面带有均匀的电荷 它的密度是每一公尺有Laminar库轮 现在要求距离它 这个地方P远之处 R远之处 有一个P点 那么求P点的电场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 这个要用高斯定律来做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面 取高斯面 高斯面我们算是讲 像这样的高斯面呢 我们是要取一个同轴的圆柱面 同轴的圆柱面 它的半径是R 那么P点就是在这个 P点 P点就是在这个面上面 那这个面呢 它的高度是H 那么我们说要取 怎么样的高斯面 我上一次写过了 所以我现在不写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要判断高斯面上的电场 有什么特性 像这种高斯面呢 跟球面不一样 球面就是浑然一体 就是一个球面 那么这个高斯面呢 它是一个圆柱面 它有上底 有下底 又有弯曲面 这个是弯曲面 那么当然这三种面呢 你不可能期望 它电场的分布 在三个面上面 统统一样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分作三个面 来讨论 第一个 我们看弯曲面 弯曲面上面 你站在这个面上的任何一点 来看这个 这个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电荷的分布 通通一模一样 都认为是 每公尺有Lamna库轮 因此 这个电荷 在这个上面的点 所产生的电场 应该通通一模一样 因此呢 我们就说它的E 我们先说E好了 E1 是等于E 等于 Constant 那么我们画在这里好了 这个电场的方向 我们由对称 因为这是无限长 这上面一点 电荷基础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是朝这一边 那么在 以这个为对称 有另外一个点 跟电荷 跟它一样 所以产生电场 朝那一边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 它的核电场 Resortant Electric Field 是朝作R Univectal 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写E1 它是等于E 乘上R Univectal 然后在这个面上面 要取一个DA 那DA等于什么呢 DA 你在这里画一个DA P点画一个DA 面积相应要跟面垂直 因此这个面 就是朝这个方向 DA1 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 DA1跟E1 是平行 DA1 与E1 平行 这个三个等 这几个关系 从哪里来呢 是由电荷的圆柱状对称 而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你们就想说 你们注明一下 由电荷的圆柱状对称 得知 有这个结果 好 那这个面 这样 有这些就够了 然后我们就看上底 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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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底就是在这里 这个都是上底 上底呢 你看 他有一部分在圆柱导体的外面 有一部分在圆柱导体的内部 那么在圆柱导体的内部啊 电场一定是零 因为我们用高斯定律证明过 有静电荷分布的导体 它的内部 电场等于零 所以啊 我们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凸是等于零 我们可以写一凸等于零 或在外面这一部分呢 在外面这一部分呢 它就不是零哦 它的大小呢 这里跟这里的大小会不一样 因为这一点比较靠近导体 靠近带电体 这一点比较远离 所以大小不一样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一样 就是电场的方向是一样的 电场的方向跟这个一样 所以在这一点的电场的方向 一凸是朝这里 一凸朝这里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 取一个面积基数的话呢 这个面积基数的方向朝哪里啊 跟面要垂直朝哪里啊 朝上 所以我们知道 DA2是朝上 这两个是垂直 我们说上底 要不然就是E2等于零 这个是导体内部 如果导体的外部呢 外面呢 就是E2与DA2垂直 那么下底也是一样 下底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下底 这个里头E3等于零 好 这个地方的E3 就是朝这个方向 E3 然后你在这里取一个面积基数的话 DA3是跟面垂直 向外的是正 所以我们也可以写 这种状况呢 要不然就是E3等于零 要不然就是E3向量 于DA3垂直 好 这样就行了 如果有这种特性判断出来啊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个式子的左端求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的左端求出来 这个是closed surface closed surface就是这个弯曲面 在上下底这个封闭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封闭面的积分呢 写成三种面积分 因为它可以分成三个面 第一个就是弯曲面 我们就写一个曲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个弯曲面不是封闭的 再加上 E2.DA2 这个是上底 再加上 E3 再下底 E3.DA3 下底 OK 那么 这个封闭面的积分 就是这三个积分 注意啊 这里不可以打圈圈 因为这个面都不是封闭面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你看下底 E3 要不是E3等于零 就是E3 垂直于D3 DA3 所以E3等于零 这个积分也是零 E3与DA3垂直 两个项目 也是零 对不对 所以 这一项就是零 这个也一样 要不然E2 E2等于零 这个也是零 E2.DA2 也是零 因此 整个面上的积分就是零 那现在只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DA1平行于E1 因此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存量 E1 DA1 弯曲面 E1等于什么呀 E1是等于1 常数 常数 常数可以提出积分号来 那因此它就等于1 E1就是1 DA1 曲面 好 这就是曲面的面积 这个弯曲面的面积是多少呢 2πR 乘H 2πR乘H 它是1 乘上2πR乘H 好 左边我们就算出来了 左边算出来了 现在要看右边 q en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那么qenclosed 就是这个弯曲面里头的电荷 因为它现在给我们的是单位长度的泄密度 所以它就等于Lamina 乘DL Lamina是常数啊 你就把Lamina 提到积分号外面来 DL积分就是弯曲面的高度 高度 积分是多少呢 就是H 这就是H 好 那现在这个式子的左边也求出来了 右边也求出来了 然后左边横等于右边 那我们就有1 2πRH 等于Y0分之1 好 这个约掉 那我们就得1是等于2πY0R分之Lamina 现在啊 我们说 这个只是大小啊 还没有做完 你只做了一半 它是有方向的了 有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呢 就只有 这是E1的方向 所以 E呢 方向都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 E就等于 2πY0R分之Lamina R Univector 这个是R大于等于大R的时候 好 求出来了 然后R小于大R怎么办呢 R小于大R 是在导体内部 我们都已经用了 导体内部的电长等于什么 等于0 对不对 导体内部就不用做了 导体 凡是导体 它的内部啊 就是电长 就是0 那你就 从这个地方 这里应该 直接写就可以了 E 我们 要写 这里就写两行好了 R 小于大R 这就是它的结果 OK 这个狮子 可以当公式用 你看这个狮子像什么 像什么狮子 像哪一个狮子 像我们做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长的 第一个例题 对不对 无线长的一条直线 上面有电荷均匀分布 它的电荷密度是Lamina 距离它R远之处 它的电长就是这个 我们做很多问题 以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 凡是电荷 分布在无线长的导体上面 它电荷密度的分布 是圆柱状对称 圆柱对称的意思就是 它的密度啊 电荷密度 只跟R有关 你只跟R有关 这里可以跟这里不一样 这里可以跟这里不一样 但是这里同一个R 这个都一样 这一圈都一样 那么这个叫做圆柱状的对称 记住啊 这个以后解题目就可以直接用 凡是圆柱状对称的电荷分布 你要求电荷分布范围以外的电厂 你就可以把这个圆柱体上面的电荷啊 当作是一条线电荷 一条细 集中在一条细长的线上面 这条线在哪里呢 就是在圆柱的轴上面 可以当作全部的这个电荷都集中在这个轴上面 均匀分布在轴上 那么距离它R一点的电荷 你就可以把那个当作一个细长直线上的分布来做 这个可以以后可以直接用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立体 那现在我们再看第四个立体 我从这边开始做好了 假定我们有一个无限大的平面 这个代表无限大的平面 一个平面只是一个平面 那上面呢 有电荷均匀的分布 它的密度是sigma 均匀分布 我们现在要求面上跟面下方 任意一点的电场 我们要求面上方与下方 任意一点的电场 好 其实我们做过 我们在求连续分布的时候 我不是做过一个圆盘吗 圆盘上面有电荷 均匀分布也是sigma 我们要求它 我们要求它圆盘中心轴上面 任意一点的电场 这个其实跟那个 一样 后来我们圆盘 我们最后结果求出来以后 它的密度 把它圆盘的半径当作无限大 那么这个圆盘就变成无限大的平面 跟这个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连续分布电荷 来求电场 积分 很麻烦 对不对 二重积分 那现在呢 我们看 它这个电荷的分布 比如说你要求这一点的电场 这一点的电场 你就可以把这个画成一个轴 跟这个面垂直 你可以以这个轴 作为对称轴 你发现 这上面的电荷分布 跟这个 以这个对称轴来讲 都是对称分布 因为它是有对称分布的这种特性 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律来做 有对称性 才可以用 所以以后你们要用高斯定律 一定要 解验一下 这个电荷分布 是不是有对称性 没有对称性 高斯定律不能用 那么我们就把高斯定律 写一下 1.da 要等于Q enclosed Y0 你现在要做高斯面 对不对 高斯面怎么做呢 这一题的高斯面 我们也是做一个 圆柱面 做一个圆柱面 这个是他的上底 这是他的上底 这个是在平面上面 不过他延伸到下面还有一半 就是说他这个面呢 是上底下底 一半在这个面的上面 一半在这个面的下面 我们把这个面呢 我们把这个面呢 当做是 Delta A好了 Delta A 就是一个小小的平面 跟这个面平行 平行 然后这个弯曲面呢 在上面的高度是H 在下面的高度啊 也是H 这个高也是H 这个高也是H 做这样的一个高斯面 那你就写 好 取 怎么样的一个高斯面 你回去自己写啊 我已经告诉你了 回去把这个补起来 高斯面取 取好了 我们就要判断高斯面上面 电厂的特性 现在的高斯面 也是分成三种面 对不对 分成三种面 弯曲面 上底 下底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 这三个面呢 不一样的面 它的电厂特性都一样 好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看这个上底 上底 好 你在上底这个地方 不论哪一点 你站在这里 我叫好多人站在这里 你现在往下看 你看到什么东西啊 你一定看到 哇 在我下面 H深的地方 有一个无限大的平面 上面有电荷均匀分布 密度是Sigma 大家都这么描述 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个电荷 在面上面任何一点产生的电厂 应该都一样大 对不对 你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的电厂比较大呀 好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上面的电厂 E1 E1 大小 是 等于1 1是 常数 Constant 方向呢 我们由对称 知道 你在这个面上面 以这个为对称轴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 电荷基数 产生电厂朝这边 跟它对称这个地方 有一个电荷基数 产生电厂朝这边 两个核电厂 就是朝这个方向 因此我们就知道 它E1 的方向呢 是朝 上的 E1 它的向量 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示 它是等于N 乘上1 N乘1 N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表示 这是面上面 我们 取一个方向 跟这个面 垂直的 向上的方向 叫做 叫做N就好了 N 那 往下就是 负N哦 这个叫做 法线方向 就是这个面 朝上的方向 那么它现在是什么 朝上 那么 你在这个上面 取DA呢 那DA1 DA1 要跟这个 平行呢 跟E1平行 因为DA1 是跟这个面 垂直 所以你这里可以写 平行 我们 要写理由 你一定要把理由写出来 为什么有这些特性呢 是由电荷的对称分布 电荷的对称分布得知 然后我们考虑它的下底 好 下底 下底跟这个判断是一样的 你站在这个地方 这个底上面的任何一点 叫你往上看 你看到什么 在上面 H高的地方 有一个无限大的平面 这个面上面的电场 面上面的电荷分布是均匀的 因此这个地方的 电场呢 是个常数 是往下的 往这个面的下方 方向是对称 有电荷的对称 它方向是跟N的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可以写 所以我们可以写E2 它不但是常数 也等于E 跟这个E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E是距离平面 上面H高 下底是平面 带电平面 下面H深 所以都是H高 所以应该是一样的 大小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说E2 它是等于负N乘上1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上面 取DA2跟这个平行 你这里取一个DA2 是这样子的 好 跟这个平行 好 再来看弯曲面 Curved Surface 你站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上面 现在啊 比如说 这个地方一点 跟这里一点 跟这里一点 电厂的大小就不会一样 因为有的点 靠近带电平面 有的比较距离远一点 有的更远一点 大小不能再说它是一样 但是方向呢 不管是哪一点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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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都是跟这个电厂一样 所以 它的E3 E3 我们可以划称 E3朝这一边 E3是朝这里 上面是这个方向 下面是负N的方向 好 那么 它的DA呢 你在这个地方取DA呢 是朝这个方向 跟这个垂直 DA3 是跟E3垂直 因此啊 你大小不一样 没关系 它有一个更好的特性 就是E3永远跟DA3垂直 好 那这样子啊 这个面上的电厂有这种特性呢 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把 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把 左边这个量啊 求出来 左边 好 这个量 E1 d1.da1 再加上 这个是上底 e2.da2下底 然后再加上 e3.da3 弯曲面 那你看这个弯曲面 e3跟da3垂直 因此这两个 道德就是零 因此这个 上面的flux 等于零 只有这两个flux 而在这两个底上面呢 e2跟da2平行 e1跟da1平行 e1 e2 通通都是1 那因此啊 我们直接就可以把这个量 积出来 所以我们就等于 这个积分 是1 乘上delta a 这个也是 1 乘delta a 因为这个delta a 你1可以拿出来嘛 这个就变成 1 1乘da 变成 存量 1拿出来 da1积分 就是delta a 2的1 也拿出来 da2的积分 就是delta a 所以这个就变成 2倍的1 乘上delta a 好 那么我们再求它的 右端 en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好 这个 高四面里头包含的net charge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密度乘上这个面积啊 这个面积啊 这个里头面积跟上下底的面积一样啊 它就是sigma乘delta a 好 那我们把这两个 令它相等 2 1 delta a 等于 epsilon zero sigma delta a delta a delta a 约掉 我们就得 1是等于 2 epsilon zero 分之sigma 这是大小哦 大小哦 上底下底这个面上电场的大小 向量要带进去 方向怎么写呢 好 我们现在就写 电场的方向 在面上面呢 是这个方向 称上这个 好 这个是面上方 下方就是这个 负 N over 2 epsilon 0 分之sigma 这个是面 下方 从这个结果里面 我们发现了 这跟H没有关系 这个答案里头 不包含H 因此就是说 电场的大小 好 跟你这个位置 在面上方多远 没有关系 你在面上方 一公尺 或者面上方 一万公尺 它的电场 都一样大 好 这个结果 很重要 以后 常常会用到 常常会用到 好 这个是 这样的一个 结果 现在我们就用 这个结果来 导出一个 很有意思的 一种 电荷分布 以后也是 会大量的用到 我们有两个 无限大的 导体平面 这是代表 这个是 无穷大 这边 无穷远 前后延伸到 无穷远 它只是有一定的 厚度而已 它这边呢 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导体 也是上下 前后 都延伸到 无限远 如果这两个 导体带的 电量 正好是 电量一样 符号相反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三个位置 因为这个 无限导体 两个 就把全部的 空间分成 这三部分 这三部分的 电场 各是多少 我们现在 因为它无穷大 面是无穷大 所以它带的 电量也是 无限大 不过我们不是 用无限大 来表示 它的电量 而是用 它的面 电荷密度 表面 就是它的 表面电荷密度 好我们假定 这个带 正Sigma 这个带 负Sigma 因为正电 跟负电 会互相吸引 所以正电 都集中在 这个表面 都集中在 这个表面 positive charge 等量的 负电荷 集中在 这个表面 那我们把这个 分成 一 二 三 三个space 我们要求 区域 一二三 它的电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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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用刚刚学到的那个立体 比如说我站在区域一 站在这一点 我往那边看 我看到什么东西啊 看到两个无限大的平面 这个导体平面带正电荷 这个带等量的负电荷 这个密度电荷密度Sigma 那个是负Sigma 于是我就利用刚刚那个结果 正电荷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电场是什么呢 跟距离无关呢 它是朝这一边 Sigma over to Y0 朝这一边 那么负电荷在这里产生电场呢 是朝这一边 大小也是这个 大小也是这个 那因此啊 这一点的核电场 就是这两个向量核 所以一万等于零 一万等于零 这边也是一样啊 你站在这一点 你往左边看 你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 有两个无限大的平面 这个平面带正电 所以它就在这里产生一个电场 这样子的 我向量化出来 我就写它的大小就好了 这个方向 那负电荷 它电场的大小还是这么大 是朝这一边 所以它的 它的resultant field E3 也是零 也是零 好 那么中间这一点呢 中间这一点呢 好 比如说我站在这里看 好 我向这边看 有正电荷 它产生的电场是这么大 朝这样 朝这一边 大小是这个 负电荷 电场也是朝这一边 大小也是这个 因此这个E2 的大小 就是这两倍 两个加起来 方向是朝X方向 我们假定 这个是X好了 X轴 零 我们可以写一个X Uni Vector 这个结果以后常用 以后 我们就要讲到 有一种电路的元件 叫做Capacitor Capacitor呢 可以近似于这个结果 可以马马虎虎用这个结果 我们还有一个例题 就可以讲完 高斯定律 我们现在就来回想一下 用高斯定律 做这种电荷有对称的问题 好简单 你一个 比如说我们做过 电荷分布在一个球体内部 要求它外面一点 内里头一点的电场 你要用连续分布的电场来求 你要用三重积分来做 那个圆柱导体也是一样啊 你要求它的电场 你要用二重积分 那都很难做啊 但是我们用高斯定律来做 你看看简不简单 没有什么难的 积分在里头 那就是易如反掌 高斯定律这么好用 但是你要记得 它不是万能哦 它不是万能哦 它只能用在电荷有对称性的分布 才可以啊 像这个圆柱导体 圆柱导体 比如说我们三次讲的是 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均匀带电 你可以用高斯定律 如果你这个圆柱导体 只有有限的长度 有限的长度 有限的长度 你要求这个地方的电场 你告诉你这个上面的电量是什么 比如说你再告诉你 它的Q是什么 能不能用高斯定律啊 可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因为你现在做高斯面 你要做什么样的高斯面呢 如果你跟刚刚一样 好 我也做一个 也做一个圆柱面 这个时候 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的电场 跟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就不一样 不像刚刚说 这个弯曲面上的电场 都是长寿 因为刚刚是无限远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无限远 你看上下也是无限远 这个就不一样啊 这个比较靠近这个端点啊 这个 离这个端点比较远一点啊 你可以看出它的分别来 它的电场就不会一样大 所以像这种问题 就不能用高斯定律来解 所以你用高斯定律 不要用得很痛快 什么都用它 你要记得它 它有 它有这个 限制 就是要对称的电荷才可以 那我今天点了很多例题 你看回去好好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